台湾公园团组会够带玩 观众朋友们午安 我是奥国珠 那今天带大家来关心什么事呢 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 第一家庭的喜事 第一千金马维中的婚姻了 我们来看到今天周刊 有新的相关讯息的一个报道 那么到底马维中的婚姻 是不是这场婚事办得太低调 更加引人好奇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的报道反而会更加的多 更加的丰富呢 那么在今天周刊的报道当中 告诉大家 哇这个马维中跟蔡佩然 情路走了十年之久 但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 那么这个公主跟王子 结婚之后就幸福 前面的情路走的 其实是分分合合的 为什么分分合合呢 哇这个蔡佩然 符合所谓高富帅的一个条件 所以哇一姓缘其家 这让我们的第一千金 是不是在这个时间当中 走得很辛苦 也是蛮这个 也有让人家感到 有情商的状况出现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呢我们的第一夫人 周美琴女士 对于蔡佩然 对于她的女婿 显然不是那么百分百的信任了 于是接下来看到 3月9号这场婚礼 在中间新闻 率先掌握到新闻 独家披露之后 一直到现在 余波荡漾无法平息 我们在这场婚礼呢 因为在这个夫人的主导之下 也是非常非常去低调 但低调到有人形容 不尽人情 低调到蔡佳 亲家公那边 也不是太开心 好一切的一切 因为是第一家庭 一切的一切 是因为这个女婿 实在是太引人瞩目吗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 请到四位来宾 就带大家一块再来看看 好那么第一家庭相关的 许讯的部分呢 马育中的情路 今天有更多的资讯出来了 那么更多资讯出来 引发大家更多的一个 讨论和好奇的情况之下 哇接下来 在香港的生活 要怎么样才能够平静下来 现场四位来宾 先为您介绍 我们赶快来看看 今天的相关讯息 并且赶快进入讨论 同样从我右手边 带大家来介绍起 首先第一位我们介绍 是资深评论员周玉寇 大家好 好今天现场请到 新座专家安格斯 大家好我是安格斯 好再来介绍 从我左手边来的一位 是时事评论员陈金兰 大家好 再来介绍也是 时事评论员郑诗诚 国注的阿文 我们第一千金马育中 跟蔡佩然的这段的情路走来 算是一个苦恋吗 那么斯等了 走了十年之后 现在修成正果了 那修成正果之后 接下来的发展 当然大家还会 持续关注下去 现在显然定居在香港 香港离台湾不太远 所以讯息掌握起 还蛮快速的 那么今天要在 谈马育中的情势之际 我们就要看到 这一切一切 周美清其实我们第一夫人 早就已经在心中 有些些的谱吗 为什么这场的一个婚事呢 低调到让大家更加的好奇 曝光之后 引发的讨论更加的一个多 甚至有八卦成分都出来了 这是不是第一家庭 始料未及的呢 我们通过这个图表 带大家来看到 整场的一个婚事的一个处理 到底我们的第一夫人 是多么的要保护她的女儿 在这个保护过头的情况之下 现在呢 哇这个热议到今天 还没有办法平息 我们先来看看 相关的一个相关讯息 很多讯息大家已经知道 但这里头到底 夫人是如何的主导的部分 今天有更清楚的样貌 我们知道呢 马维中跟蔡佩然 2012年在美国加州 就已经注册了 那么就到3月6号的时候 哇双方家长 在这个关底 一开一桌 所谓的双方的家长宴 凡数是婚宴3月9号的会前宴 但是现在这场 3月6号在关底的这场宴会呢 反而是马维中跟蔡佩然 结婚到现在 唯一的一场双方家长 通通有出席的一场参宴 但这个好像不太算是个公开的喜宴 所以呢 我看到3月9号原本正是 才要是真正的一个 补请婚宴的这场婚宴当中 没想到最后呢 哇怎么会对外宣称 只是个同学会 因为消息曝光了 因为中天新闻独家 掌握到这个喜讯 所以呢 消息曝光之后 只能说这叫同学会 然后夫人当天明明也在现场 但是府方对外发表消息 告诉大家并没有 夫人没有出席 只有马维中跟马元忠 还有蔡佳 以及这些朋友们 消息曝光之后 结果夫人立刻要马维中 隔天3月10号 就立刻离开台湾返回香港 当天讯息告诉大家 哇这个夫马爷早一步走了 但其实并没有 原来夫马爷是隔天 还继续留在台湾 为什么呢 南方在3月11号的时候 继续还有一个亲友宴 但是这场亲友宴呢 因为呢 这个夫人坚持要低调 已经把马维中请回香港去了 所以呢 3月11号星期的这场婚宴呢 南方家主办的婚宴里头 很尴尬的 没有新娘也没有女方的家长 哇这个情况呢 蔡佳到现在耿耿于怀 一直到了隔天 到3月12号终于证实 哇这个夫马爷叫做蔡佩然 那么3月15号呢 媒体呢在香港终于掌握到 他们真的出现 就坐在香港的地方 那么到现在为止 媒体恐怕还在持续的跟跟跟 先请调玉寇姐 一路的低调到最后反而更高调 我觉得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并不意外 因为这个马家的 周美清跟他两个女儿 马维中跟马元忠 其实在过去以来 他们一直在媒体 蛮善意的保护之下 然后他自己的低调之下 一直没有变成这个 大家的焦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恐怕也真的是 媒体对他的大概善意多于恶意 可是今天那个 一周刊的这个消息出来 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个发展 就是3月11号 男方宴请亲友 没有新娘也没有女方家长 那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 恐怕会让很多人会议论 就是说在这个婚姻当中 本来你知道我们这个 中国人啊 这个台湾人 结婚其实是男方为主 是女方为辅的 那这个你看 你看那男生都那个 都在点头 那对于蔡佳仁来讲 这个他的儿子 这个条件非常非常好 那他们呢 这个娶一个马维中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还不能够有一个 比较这个 公开的一个宴席 那其实是蛮遗憾 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安排里面 你只能说 马家人 他们很多事情 不愿意跟外界讨论 那事实上 其实以前宋楚瑜 他娶媳妇的时候 他是到夏威夷去 去娶 而且他还从台北 有一些亲戚也去 关中的先生的女儿 也嫁了嘛 那你可以不要像 陈志宗啊 陈信瑜那样子 可是可以有一个适当的 一个处理方法 但是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呢 我觉得是 确实是马夫人 你过度的这个谨慎低调 而且如果中间同学会 又不是真的 然后你对你的婆家 又好像让对方 不是非常的开心 对 那你 你的女儿嫁到的蔡家去 那当然 周美心他碰到的 非常好的公公婆婆 这是我的感觉 可能青蓝跑这个 马英九的市长的新闻 跑了很久 我以前有的时候 跟这个 尤其是马妈妈 在聊天的时候 聊到媳妇 我觉得 马妈妈对他的媳妇 是百分百的宽容 可是 你说马太太 他是不是一个传统的媳妇 恐怕很多人 都是保留的 那由于这样的 一个关系之下 他怎么去看他女儿 跟他婆婆的关系 或是公公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点 恐怕要弥补 就是 一周刊已经爆出来了 那你将来 在这个婆媳的关系 这个亲家的关系上面 是不是要有一种 为你的女儿的未来 幸福着想 因为三年以后 他就不是第一家庭的 就是千金了 而婚姻这件事情 在这个年轻人的心目当中 是随时可以改变的 这种报道 我觉得 它是必然的趋势 好 那就是一开始 要隐藏的这么好 那最后呢 一旦真相一点一滴的 被找了出来之后 最后结果就会出现这样子 还有呢 还没完 开端而已 开端 对 我们的郁霍姐 我们说是资深的媒体人 接下来新闻还会怎么发展 其实大家心中都有数字 事情失知的内容是什么 不尽然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那看到这毕竟已经走到 这个地步了 刚才我们看 我们现场的两位男士 都点头 结婚是南方的主场 但今天处理成这样子 好像不是太令人 能够开心跟满意 但是呢 这里头是有些原因的吗 今来 今天的周刊也告诉大家 其实呢 该夫人恐怕对蔡培亚 一开始就不是那么 百分百的满意 原来呢 在这个 去年在美国加州的 这个结婚 注册是 瞒着第一夫人 跟马总统的 可见是 应该也爱到一个成熟的时刻了 但前段来看 这十年恋情 其实分分合合居多 我不知道近来 你在这边掌握到讯息是怎么样 其实上个礼拜 在相关新闻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听到相关的讯息 只是那时候也不太好 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讨论 就是私底下 就已经有这样的传闻了 婚要好心事嘛 大家就不先说破了 那基本上还是要给祝福 我想这人之常情 但是 蔡培然其实很多人 大家都心里有说 我们女孩子也很清楚一看 她其实是一种典型 叫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我想那个形象 其实应该非常深 就是她很有型 那那个是没有办法讲 但是她有一个那种 桃花或女生喜欢的魅力 我想那也是 那你如果换一个角度看说 马来中条件差吗 马来中条件也不差 她恐怕也是喜欢一个 人中龙凤 非常好条件的人 那如果太平庸 我想她也不会喜欢 那也是非常清楚的事情 所以他们两个走在一起 如果把她抽离到第一家庭 我想时下青年男女 大概都是这样子过日子吧 不管说同居 半同居 不同居 什么 那个方式 你把她抽离到 第一家庭女儿 这样的一个身份下 应该是很自然的 然后 有的时候住你家 有的时候住我家 有的时候两个人住在一起 而且都成年男女 我想在美国那个环境下 远走他 就是想要有那样自由 呼吸那样的新鲜空气 那这个原型 我想放在台湾社会 大家讨论都觉得 就是这样 那我们结婚 然后去公正 然后再去请客 我想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也都能接受 但是要问的是 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被祝福 今天大家在讨论的 这个过程当中 似乎有一些 过程当中 不是完全的被祝福 在这里面有一些 波折 刚刚特别 因为扑姐在这边 讲到了婆媳之间 我想这个问题 就更深沉 她是不是复制了 一种关系 那这种关系 对于女儿来讲 是不是很OK 那这个东西都必须要 更深沉的来讨论 我要讲的是 第一家庭在处理 这件事情上面 她没有经验 那过去的经验 她都没有学习到 或是她想要避免 另外一种典型 她就走入了 一个新的 这个典型 不想重蹈覆车 对 不想重蹈覆车 走到一个这个状况 但是这个状况下来 整个我们看到 这个过程当中 到现在 没有说实话 那没有说实话 是不是被原谅 那怎么去处理 一个诚实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结婚的 这个过程当中 需不需要搞成 这个样子 那个危机处理 在第一时间当中 其实那个中天的记者 也有跟我讲 第一时间看到的 就是有特勤 第一时间看到的 就是有国安 第一时间告诉她说 我们要来采访 第一时间就被 高度的压迫 那个过程就是事实 那个记者在我面前 其实还有一点点 有点受压迫的 惊吓的那个感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非常清楚 那听到的消息也是 总统夫人有到场 那把她搞成 就是说 大家就在一起 强力否认有到场 就到大家在一起 这样子 同学 因为都是年轻人的场合 那就告知一下 讲一下 大概就 是不是先前就离开了 所以这所有的一切 你放在一般来讨论 那都OK啊 OK啊 可是你把它搞成 这个样子 大家就觉得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那这就是 今天大家在问的 是不是要搞成这样 那如果不搞成这样 它可以做成一个 什么样比较完美的 一个状况 这是大家要讨论的 好 所以这比较可惜 那我们其实我们在 上礼拜在讨论 所以有说到 总统还有 二千斤 马元忠 那么马元忠 现在也到失婚年龄 也到生育年龄 接下来会不会生孩子 其实大家 持续会高度的关注 总统任期还有将近三年左右 所以接下来 第一家庭的身份 还没有办法卸下 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被高度关注的 这是必然的 而且其实 有权力就有义务嘛 怎么样能够透明化 让大家知道 不要追成这样子 其实或许这次的经验 是不是让第一家庭 能够有些些的一个思考呢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但是其实真的是 对第一家庭媒体们 还算是蛮宽容的 所以刚才我们的记者 在他现场采访的心情 反而是金兰姐 帮我们讲的出来了 但是我们讲 但是现在这个状况 已经继承事实了 接下来婚姻路要走下去 那今天大家对于 周刊对于蔡佩然的报道 这么样的多 施程 我们从开始新闻在看的时候 你就也是嘴中念念有词 或许蛮多你自己的 想要评论的东西 我们看到了蔡佩然 你觉得今天说到 马维中情路有点坎坷 这是必然的吗 这是必然的 因为她是第一家庭的女儿 而是势必受到一些限制 刚竟然讲到一个重点 少讲一个重点 她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可是这个不坏里面 还要多一个字 叫做男人不帅女人不爱 她如果不够帅的话 我再坏 有个屁用啊 对不对 一定要帅 对不对 不然她是蔡佩然 我改名叫正了然 我很坏 还是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所以呢 我跟你讲 这两个字非常重要 一个帅一个坏 为什么会非常重要 我跟各位讲 因为呢 这个我们的马维中 看到的是帅 可是我们的这个 马妈妈 周美清看到了坏 所以两个人 在不一样的位置 因此在这边产生冲突 所以呢 我刚 这个国主讲 这场婚事 我们平常讲说 这场婚事 是一个盛大的婚事 No 这场婚事 包括了四个部分 包括他们在美国 登记的那一次 先斩后奏 包括在国内这三场 讲难听一点 这没有一场 是完全正式的 因为最正式的那场 被发觉了以后 就隐藏了 然后呢 3月6号 那场非正式的 人来的最奇 乖了吧 对 男方女方都有出现 3月11号呢 我说 真的叫男方 因为只有男方 女方完全没有 男方亲友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 所以这场婚事 变得很怪 很怪 很怪 就是我们第一家庭的婚事 变成四部曲 然后四部曲 变得都非常的不完美 然后大家讨论这个事情 我要讲 我的结论就是说 国祝 我觉得这一场 我觉得第一家庭 虽然低调 低调过了头了 过了头了 就是说 如果说 我们在台湾举行一场 正式的婚礼 说我们的马威中 爱情有的归宿 他的这个对象 是这个某某柔 然后我们 这个招待一些 这个党政要员 然后我们不收礼金 什么样 结束了 再发个新闻稿 就没事 然后弄一个这个 洗饼的sample 给大家看一下 事情就完了 这个事情就不会 当然后面还是有其他的 包括他们去香港定居 包括我们等一下 可能会讲说 这个我们的驸马 也在做什么工作 可能会对两个 产生什么影响 OK 这些东西 都是很多人演示的 但是前面这一部分 就会变得很简单 就是搞复杂了 接下来 好奇心更大 那好奇心 此然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呈现出来 掌握到的讯息 反而是更多 这会不会是我们 原本第一夫人 也不想让大家 知道的一个部分 那么讲到感情 是我们今天现场 一定请到的 我们的星座专家 那恩格斯来到现场 那我们要赶快来看看 是讲到感情的部分 应该要怎么说呢 感情的部分的话 我们讲说 星座很重要吗 那么他们爱情长跑 有十年之久 那十年之久 但是说其实 对马云中来讲 十年应该是情商还不少 所以才会今天周刊会讲到说 其实对周米奇女士来说 女儿这一段的感情 她不是太看好 也曾经阻止过 还介绍过别人 给马云中认识 但最后马云中还是坚持下去 你要怎么从星座 带大家来看 我们大概先从两个年轻的主角 讲起好了 其实我觉得 两个都是六年级生尾端 那在这个年代的人 你会知道 他正好成先其后 还被上面在骂 你们是新人类的时候 转眼间已经步入了 这中熟的年纪 所以这个年纪 你要说婚礼不公开 我觉得对六年级 像我们女士六年级生来说 我觉得应该都会想 让大家赛幸福吧 应该是 会委屈 我觉得会很委屈 所以呢 那从这个年纪上来看是如此 那如果从他们星座上来看 那我们来说 如果围中他是射手座 那男生是狮子座 火象星座 在十二星座之中分风火水土 其中特别冲动 躁静 浪漫的 就是火象星座 你看 三个火象星座 分别是狮子母羊跟射手 他们都是奔驰在草原上的 这种猛兽 自然渊野的动物 对他们来说 其实爱情的压抑 不为人知 其实是痛苦的 我觉得 这是不适合他们的本性的 那当然我们看到 所谓他们身上的这个星座 一般人 我们知道自己出生的这个日期 它只是在你个性中的一部分 那代表我们天生个性 可是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叫做月亮星座 月亮星座代表着 一个人的潜意识 而上升星座代表了 外在环境改变你之下 30岁之后 别人眼中的你 那当然因为南方的资料 我们就正好是露了这个 上升这一环 那我们从其他的星来看 从射手跟狮子 两个猎物互相追逐 他们的吸引力来源 正是因为 我们看到他小时候 你看都出国读书了 他们对于爱情的追逐 都是很率性自然的 那所以在这一点 他们互相吸引的 可是在这个月亮的部分 一个是巨蟹爱家 所以马为中想结婚 这是可以推断的 而月亮双子的这个 代表性格复杂多变 有趣而神秘 所以他在面对婚姻的这件事 其实会以对方为重 我觉得原则上 所以一开始你可以说 这个婚姻他们是 充满了彼此的吸引力 一定是经过 很审慎的讨论 就是讨论之后 才会走到这一段路 知道自己 我们在这个待了久 待久语不久 那我们再往后看 有一个有意思的东西 金星代表一个人的爱情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天蝎座 是一个敏感专情 爱跟恨都给你两倍 如果我恨你的话 就恨你两倍 爱你的话 我通通给你都没关系 只要你不要伤害我 对不起我 好 那马为中如果差的金星是天蝎 代表其实这是一个专一的人 基本上金星天蝎的人 一定专一 那可是金星在双子的人 蔡佩然 蔡佩然 通常一定会 我在结婚 除了爱你之外 我会由我所求嘛 我们知道 狮子座爱面子 所以在这一段婚姻之后 不管爱的生于浅 他一定有一个 我知道我在这段婚姻之中 我得到的是什么 所以我让步什么 是狮子 然后搭配金星双子 他是清楚这段婚姻的 好很清楚 所以这段绝不是只是单纯的 只是冲动而已 他还有一些互相需求的部分 是所以这样看来是蔡佩然比较务实 我觉得在他们两个之中的冲动 是有分别 我刚刚其实转头跟Coco姐讲 我说他们星座配对 就是满夫配颅女 还真配啊 这样的讲观众比较李克廷 他们互相吸引对方的特质太强 太强了 然后加上这所谓海王 有看到海王星 就代表一个人的精神层面 他们是一样的 他们都追逐自由嘛 都喜欢与众不同嘛 都喜欢对方奔放有趣的一面 对好 所以性命来源是在此 这个精神层次又是契合的 但是又有他各自务实或浪漫的一面 对那所以你刚刚解释说到说 那接下来这样子形容这两位的一个组合 我现在观众最想知道就是说 那他接下来是一个平顺的一条婚姻之路吗 前面说颠簸了十年嘛 我们前面讲到 他们刚刚那样的组合 也许观众们不一定都很看得懂 但至少我们知道狮子跟射手的搭配 这个呢冲动的时候爱到天昏地暗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狮子跟射手都不持久 所以呢通常我们会说他继续看下去 就是他的热度在前期可能会异常的猛烈 即便他们已经常练了很久 但毕竟婚姻是一个promise承诺 又是一个高潮 但这高潮他会有他的一个期限在 好会有期限在 到底今天的期限是什么 会要看多久 刚安格斯告诉大家要看下去了 但我们说的这是因为是第一千金的一个身份 有这样子的第一家庭的一个 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名分 还是说呢其实是一个压力 但对于马玉中来讲 其实在这段婚姻走下去 跟情路谈下去的过程当中 还会出现这么多 让大家现在引发好奇 而且掌握出来的讯息 但是对于这个蔡培然而言 取了第一千金 我们刚刚说到了务实两个字 接下来应该怎么看待 他怎么看待这一段婚姻呢 我们在广告华再来继续讨论 核四问题看中天 每周五下午两点 台湾顾问团核四存